警察工會認為現時辛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的機制不公平 因為警隊的工作性質在市場上沒有其他工種可以比較 所以一直爭取有獨立的辛酬機制 工會表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早前表明 用辛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政治標為首要考慮 而不是全面考慮六大因素而再作合理調整 所以三個警隊工會決定退出辛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但強調警隊不會有工業行動 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表示擔心事件會破壞機制的代表性 如果四個警隊的工會都出來表示退出 我擔心其他的紀律部隊都會認同 變成政府就要和公務員再商討怎樣去擴納一個新的機制 另一行會成員林健鋒就認為 行會已經考慮過往一年的香港經濟狀況 而調整機制不是和通脹掛勾 但認為政府可以先聆聽各方面的意見 再研究是否有需要調整加幅 因為改變調整機制是牽涉到十幾萬公務員 那是否不同的公務員團體或幾個部隊是分開處理的 這也是要小心處理的 那政府我覺得應該首先去看看各方面的意見 然後才作出討論 然後研究一下需要有機會去修改 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一個公開場合後 沒有回應記者提問有關警隊三國工會 退出申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葉曉南報導